选战胜不到40天 台北市议员王宏威指控高雄市长陈其迈七世道明 执疑30多年前已公费念医学院 却没有尽义务到偏乡服务6年 而是踏入政坛 痛批这样的暖男暖在哪里 钱有还国家吗 对此陈其迈回应 一路走来行医出周没有改变 当初公费学费早在20多年前就完成还款 事实上是一个七世道明的过程 翻出当年榜单 台北市议员王宏威指控高雄市长陈其迈七世道明 30多年前考上医学院 拿的是国家公费 却没尽到义务 80年毕业之后 他在民国84年就已经当了立法委员 如何一边当立法委员 又一边在做国家要求的义务服务呢 说资料比对 陈其迈民国73年考上 80年毕业 应该偏向服务6年 但民国84年就开始当立委 搞不懂怎么边当立委边服务 看起来你没有进义务的服务 那么你有没有还国家钱呢 这样的人叫做暖男吗 暖在哪里 王宏威隔空炮轰 陈其迈不受影响 照跑行程 20多年前就侵 依照规定 返华有相关的公费 从医的初衷 从医没有远远 光是这一份资料就可以证明 87年之前就已经还完了 这笔钱20多年前早就还了 麦振营有备而来 出示资料证明所言不假 也在发文 行医初衷从没改变 面对乌龙爆料内心 坦荡荡 记者综合报道